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直接逼近1600整数大关 那么China50指数呢是从1400多点暴跌 然后连续下跌至13000点 最低是下跌了5%到8%昨天的波幅 那么NASDAQ呢昨天也是下跌至9000点以下 目前呢报价是8950点 英国美国石油呢是不是双双下跌 最多是跌幅超过3% 目前呢美国石油报价52块8毛美金 奥运队美金呢也是受到利空因素的影响 尤其是疫情产生的一个恐慌效应 那么澳洲受到的冲击是相对其他国家更大 那么澳元对美金呢也是回落至0.6760 澳元对人民币呢也是跌破了4块8 目前是报价4块7毛2 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了非常直接的一个信息啊 就是受疫情影响呢 整个澳洲的口罩已经卖的脱销了 那么我和我的朋友呢也是在最近呢 到处去实体店里面去买口罩 但是呢从这个周六啊 周六我们去看的时候呢 基本上整个墨尔本市中心和啊方圆 开车30分钟能到的地方 口罩全部都卖没了 那么网上呢基本上各大网站呢 主流网站像Office Work啊 Burning Warehouse啊 Chemistry Warehouse啊 这些的主要的一些官方的网站和渠道啊 都已经是没有任何口罩可以买到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侥幸啊还能在一些啊 这个医学类或者是医院类的一些网站啊 那么能够买到一些PM啊 这个防范啊 这个疫情啊 N95的一些口罩 所以大家还是有机会 那么看到这个新闻啊 其实我们知道的就是 虽然在总体的过去这几个星期以来啊 我们的疫情呢在澳洲并没有得到很快的一个扩散啊 或者是甚至不需要恐慌 但是呢市场的反应是比较过度的 从口罩的这个现象就能看出来 那么金融市场呢也是大幅下跌 尤其是中国的股市和香港的股市 所以呢我认为在恐慌啊 背后呢就是机会 虽然是市场啊 给到了我们消息 尤其是今天flycenter啊 还有webjet等等航空航天类 以及石油价格受到这些利空因素的影响 都产生了连续的几天的一个下跌幅度 但是呢长期看的话 那么如果啊疫情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控制 比方说在三月份之前能够缓缓解啊 不会有继续的一个扩散 那么整个股市市场还会重新回到正轨 所以呢 以前啊我们总说这个上涨的价格太高了 我们不敢进场 那么现在呢给了一个下跌的机会 那我们如果是手里还没有仓位 或者是觉得买的还不够多的朋友呢 可以在最近考虑一些适当的股票啊 回调比较合理的一些股票 那么前期那么高的位置啊 我们不敢买 那么到现在呢 基本上回落至合理的价格之后 我们可以对自己的投资做一个长线的规划 那么在未来一年时间里面 只要是经济基本面啊 洋行放水的基本面 或者是啊量化宽松 或者是降息降准的这些基本面呢 不产生较大的改变 那么整个金融市场在政策面和资金面 还是有较大的一个支持 尤其是产生了本次疫情之后呢 各国政府和央行也是纷纷给出举措 那么势必在未来的一到三个月时间里面 进行经济的一个恢复和市场信心的恢复 那么相信会至少先啊 优先是给股销市场打入一针强心剂 所以呢 未来股市可能会走出一个大型反转 那么大家呢 是要持续的关注这个市场 那么从前段时间啊 上周和上二周 我们就提到了受到疫情影响啊 股市啊 尤其是中国的会产生一些下跌 甚至下跌的幅度比较快比较大 但是呢 我们一直没有提倡大家去做工中国的股市啊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不是什么钱 我们都去赚 做空呢 股市毕竟不是很好 那么在目前的一个状况下 甚至呢 今天刚刚有客户打电话说 适当的 做多了一点股票指数 为国家做出一点绵薄之力 但是除此之外呢 如果我们想保护我们目前的持仓 比方说我们的养老金买了很多的股票 那我们可以适当的通过买一些黄金啊 这些老生常谈的方法 或者是在GoMarket做空 一定比例的股票 比方说CSL 大家觉得很高了 三百多块 那我又不舍得卖 因为涉及了税务方面的问题 想要长期持有 但是呢 最近可能回调的概率又比较大 那我们就在GoMarket按比例来做空 CSL的股票 这样的话 做一个套期跨市场的保值 那么其他方面呢 就是股票啊 是医药行业 那么最近会受到一些利好 那么医药行业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呢 首先澳洲本土的像 RMD啊 就是慢性啊 这个肺炎 肺病的一些治理 那目前呢 适应率偏高 是59.3倍 但是呢 最近受到利好的因素影响 今年一月份以来的涨幅 已经超过百分十了 股价比较稳定 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 另外一家公司呢 就叫RHC 是一家开医院的 这家公司呢 也是我们长期推荐的 目前呢 是股价从65块钱涨到了 接近80澳币 在去年到今年 差不多9个月的时间里面 那么未来呢 它的发展会比较稳定 因为开医院的 不像搞这个医药行业的一些研究啊 或者是制药啊 行业需要大量的前期的投入 那么开医院呢 是一个投入和产出比 比较容易计算的 你开一家 就是投入一家的钱 关一家就关一家的钱 那么多赚一份钱 多开一家医院 还有多顾多少的医生 那么这些呢 在你做生意之前 就能够计算出来 所以说它的风险是比较偏低的 那么同样呢 医院在政府的支持下啊 拿地也是比较便宜的 会有各种的政策啊 政策上的一些福利 因此呢 在财报上啊 这些福利可能显现不出来 但是呢 如果在未来某一年 或者是某一财年 需要的时候呢 我相信 RFC会把这些披露出来 那么对股价进行一些啊 这个技术上的操作进行提振 那么最近我们也是看到了口罩啊 闹得人心慌慌啊 大家很多人买不到口罩 那么除了我们 大家可以跟我们小助手 要一些能够购买到口罩的一些官网啊 那么尽量也不要在私人那里去购买口罩 因为现在呢 很多人就是发这个国难财嘛 甚至把二手手口罩都回收了 然后再倒腾出来卖 那么这些现象呢 大家如果是发现了 一定要及时举报 目前呢 中国方面呢 大概公开的数据是92家正规厂商 那么生产口罩 目前呢 存货更有4600多万只 足够大家应对目前的一个紧急状况 那么春节后呢 马上啊 中国的工厂就要重新开始生产了 那么日产能呢 是达到1600多万只口罩 所以这样的产能速度呢 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里面 化解目前的一个供求不平衡的状态 所以呢 大家也不必过度恐慌 我相信在这个恢复正常生产之前 那么澳洲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些疫情商的变化 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提一下美国方面的医疗行业的一些股票 因为呢 全球科技毕竟还是美国为主 那么尤其是医药领域 美国很多科技类的医药公司啊 都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了 那么这些百年以上的巨头呢 他们在行业里面已经形成了深深的壁垒 并且呢 他们每年啊 这些公司呢 甚至有能力赚到一百亿美金以上的现金 当他们每年赚一百亿以上的时候呢 这些钱 他们就能来做什么呢 就去收购 他们会收购这个行业的龙头啊 或者是老二老三 那么跨行业去收购 因为医药行业设计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 这次呢 疫情爆发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啊 医药行业中有一个快速检验的一个 小的啊 这个分类 这个门类呢 就是我们拿一些小的仪器和设备啊 或者是试纸 就能在临床的时候呢 在短短的几分钟啊 几个小时内快速的检测出来 而不需要把这些试纸继续运往实验中心 或者是检测中心 极大的缩短了治疗的时间和处理的时间 所以呢 这家公司呢 叫做ABT 也是我们在GoMexe可以做交易的 在美股啊 啊那么他目前呢 呃是股价啊 大概是九十美金 那么相比澳洲CSL呢 三百多澳币的一个水平 还是价格上是偏低的 那么这家公司呢 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面频繁收购啊 因为他手握大量的一个现金 并且每年啊都会产生大量的现金流 所以呢 这样的一企业啊 不管是啊 在这个行业也好 或者说是在未来的经济预期减速的情况下呢 他每年啊会有固定的一些收益 那么这些收益呢 跟消费行业 比方说A2奶粉是不一样的 跟红酒行业 比方说TWE 或者跟中国的白酒行业 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些行业呢 可以随着经济的周期 那么他的收入呢 会会产生较大的一个波动 但是呢 医药行业的波动呢 会相对较低 因为他的一个需求啊 是比较平稳的 那么在疫情来的时候 或者是发生这种恐慌性行为的时候呢 他的股价就会整个估值就会被提高 那么他的销量呢 也会增加 那么其他两只股价啊 股票呢 像默克 MRIK 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呢 股价跟现在的股价差不多 都是80多块钱 另外一家公司呢 叫PFE 那么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深入了解这只股票 叫做瑞辉制药 那么他呢 理所应当成为美国制药市场上 最大的一家公司 那么过去20年的时间里面 股价基本上啊 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相比于我们看到的 美股其他的科技股票 在过去的三到五年时间里面 少则涨一倍 多则翻到三到四倍 那么这些医药行业呢 随着这一次的疫情爆发 有可能估值整个板块 统一上升 那么因此呢 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 更优质的一些投资机会 除此之外呢 大家还是要尽量多关注 近期的一些金融市场的变化 对自己的养老金 或者是长期投资的一些股票 做出适当的调整 我们再次重申 那么在今年经济环境 以及意外频发的一年里面 我们长期策略啊 买入持有 然后不动 这样的策略呢 懒人策略 基本上已经不能继续实行了啊 因为最近可能有些人的股票 短期内就已经回调超过10%了 那我们在过去一年 甚至两年的一个财富累积 基本上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面啊 就回到原点了 因此呢 我们一定要及时跟着市场的波动和变化 进行一些调整 如果大家觉得自己把握市场机会 不是那么精准 那么不知道如何看市场分析 不知道如何去 跟自己的投资组合结合在一起 那么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的投资 理财顾问或者是分析师们 进行沟通和交流 那么大家也有我们的电话 0380580603 那么欢迎大家打电话 或者来公司 22600号和我们取得联系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